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赵丽颖亲情演绎第20条,爵士天才光芒耀眼登场 标题,赵丽颖颠覆形象,电影第20条藏着哪些独家看点? 又书名号 近期,张艺谋指导的春节荡热门电影第20条备受瞩目 而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却不是男一号雷佳音,女一号玛丽,而是出乎意料的赵丽颖 这位电视剧女王,以出色的演技在该片中饰演聋哑女人郝秀萍 让观众领略到她完全不同的一面 雷佳音在接受采访时大赞赵丽颖,真的会给人印象深刻,改变了她以往那个样子 她回忆起赵丽颖突然开口说话的一幕,让人心生好奇 这个小插曲把赵丽颖的表演天赋彻底暴露在观众面前 仿佛是演艺界的一颗新星展露头角 更让人惊艳的是,导演张艺谋也对赵丽颖给予高度评价,给我很大的惊喜 在片场,赵丽颖一直保持认真专注的状态,与任何人都几乎没有交流,仿佛是在沉浸在角色中 张艺谋解读她的状态是在寻找角色,而这正是郝秀萍这个角色所需要的状态 这让人更加期待赵丽颖在电影中的表现 影片中,赵丽颖饰演的聋哑女人郝秀萍成为了整个故事的关键 她的表演以悲苦的眼神和精准的手语动作感动了观众 潘彬龙,与赵丽颖在片中扮演夫妻的演员,更是直言 我觉得赵丽颖真的好棒,她的哭泣令人心碎 这一幕,让观众为之动容,对赵丽颖的演技赞不绝口 更引人瞩目的是,不仅是演员和导演,就连听障人士和普通网友也分纷为赵丽颖点赞 她在影片中的手语表演,让听障人士感受到了自己的声音被传达出去,成为他们的代言人 这种真挚的表演,让赵丽颖成为了不仅仅是电视剧女王,更是演技派的代表 影片的成功之处,不仅在于赵丽颖本人的热度,更在于她在片中的精湛表演 她不再是过去的赵丽颖,而是通过深刻理解角色,投入演出的态度,成功塑造了一个引人入胜的角色 这让人不禁思考,娱乐圈中是否正迎来一位新的演技派女星 在电影圈,第20条的赵丽颖无疑已经成为一颗耀眼的星 她的表演让观众看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赵丽颖 这是否意味着她正在演技上迎来一个新的巅峰 我们不妨拭目以待,去电影院亲自感受一下这个娱乐圈的新生代是否正悄然崛起 在这个春节档,第20条是否将成为一部不容错过的佳作 或许其中的悬念正等待,我们去揭晓 赵丽颖以其爵士天才的演技再次征服了观众的心 她在最新电影第20条中的出色表现令人赞叹不已 这部电影以其深刻的内涵和引人入胜的情节 吸引了众多观众的关注和喜爱 而赵丽颖的精湛演技更是为这部电影锦上添花 赵丽颖在第20条中的角色塑造十分抢眼 她将角色的内心世界和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 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她通过精湛的演技 将角色的复杂性和矛盾心理展现得淋漓尽致 令人不尽为之动容 作为一名资深演员 赵丽颖在第20条中展现出了她的成熟和稳重 她对角色的把握和理解让人印象深刻 她通过细腻的情感演绎和真挚的表演 将角色的内心世界呈现得淋漓尽致 赢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 赵丽颖在第20条中的表现再次证明了 她的演技实力和表演才化 让人对她未来的发展充满了期待 她的每一个作品都能带给观众不同的惯影体验 让人深深沉醉其中 作为她的粉丝 我们对她的出色表现感到骄傲和自豪 同时也为她的努力和付出点赞 我们期待着能够看到更多赵丽颖的精彩表演 相信她的演艺之路会越走越宽广 也希望她能够继续保持自己的专业素养和独特魅力 为观众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 王一博维权苦占位置 呼吁社会理解与支持 维护公平正义 近日王一博黑粉背叛登报致歉的讯息登上热搜 引来不少人关注 原因离谱又可笑 大家还记得去年三月份的一个关于王一博的热搜吗 有个叫韩韩QVQ在里安评论区说自己怀了王一博的孩子 并在个人主页说希望肚子里的孩子有一个跌 这个消息一出来 月华娱乐迅速发声明否认 并表示会追责 没想到之后韩韩QVQ又发了一张马赛克的照片回应 结果没想到发出的照片居然是毛小彤王子义的剧照 头像也是盗用的 随后韩韩发了大肚子视频 又被发现视频也是盗用 被网友扒出来后 韩韩QVQ发文道歉 删除了全部内容跑人 如今结果出来了 名为韩韩QVQ的常某某 因造谣污蔑 需要赔偿 并登报道歉 这位常某某在去年的时候 盗用网络上图 假装孕妇 买热搜进行一系列的造谣 掀起滔天巨浪 经法院审定 造谣污蔑事实成立 这位常姓人是为专业水军公司老板 名下有两家公司 一家在北京 一家在河北廊房水军高发的 离谱的是 这个常某某 居然是男的 离谱又无奈 这明显就是一次有预谋的炒作行为 为了黑王一博 居然做出这种行为 实在让人气愤 王一博的维权之路实属不易 当时这个事件带来的负面影响 确实很不好 都知道当时王一博的电影上映 热度不低 这个事件出现 一方面引来不少人围观 还影响到电影作品 更重要的是对王一博形象的影响 这么离奇又可笑的事情发生在王一博身上 着实让人心疼 王一博这个顶端级流量 蹭热度的 制造话题的 拉踩的 造谣的 这些年层出不穷 维权的道路漫长又得不偿失 对他的影响更是不言而喻 说到底 就是极度他的人比比皆是 也请你们适可而止 乐华娱乐请维权力度强硬一些 网络不是法外之的 请黑子们停止这种行为 吹捧王一博从不来虚的 一路陪伴 看到他的不义 着实有些心酸 你越来越红 背后承受的事也越来越多 王一博 娱乐圈的六边形战士 好了好了 各位小伙伴们 咱们今天来聊聊娱乐圈的六边形战士 王一博 虽然现在的王一博越发低调谦逊 可是曾经又酷又拽 可是他内在的那股热情 依旧如故 放眼整个内鱼圈 有谁能像王一博这样六边形无死角呢 无论颜值 演技 歌曲 舞蹈 主持 时尚 赛车 滑板 魔术等 还有一些高尔夫网球等小众运动 几乎没有他不会的 而且每个领域都备受好评 这靠的是什么 当然是过人的天赋和悟性 还有很强的学习能力 王一博身上有个特性 就是一旦喜欢上的东西 他就会把专注力集中在这上面 选择后就会深耕 一门心思去研究 很快就会学会 还学得有模有样 他还越发低调 谦逊地说自己兴趣爱好广泛 喜欢的东西很多 却不精通 可是在我们这里看下来 着实有点过度谦虚了 在王一博身上 全面发展可不是全面平庸哦 如果运用得当 反而会让你更加吸引人 让更多人录转粉 比如有的粉丝是通过电影喜欢上他的 结果发现他街舞跳得更是一绝 立马就成了铁粉 能力全面不仅意味着地位稳固 还可以轻松跨界 给关注他的人带来不一样的新鲜感 这也是王一博粉丝年性高的原因所在 就像今年湖南卫视跨年晚会 王一博的表演就融入了多种元素 电影的画面质感 故事性音乐与舞台剧的结合 让人赏心悦目 紧接着 他又在这就是街舞六总决赛 一支纯正味的嘻哈风舞台 直接把你拉进他的领地中 牢牢吸引到你 入坑而不能自拔 夸不完 根本夸不完 王一博怎么可以这么棒 在他身上总有让人羡慕不来的东西 他总会给人一种向上的能量 吸引着我们 其实说王一博是流量 可是却高于流量 他不是单纯的流量 而是有能力的全副个型的六边形战士 纵观娱乐圈 没有几个可以媲美王一博 能力上独树一帜 性格上忠于自我 做事稳扎稳打 知行合一的风格 让喜欢他的人越来越多 且年性很高 铁粉都会持久坚持 吹捧王一博从不来须的 欣赏王一博的人 向来都是牧强的 也是一群浓墨重彩的做 轻描淡写说的人 这就是摩托大军 有眼光的人自然会选择六边形战士的王一博 近年来 王一博的维权之路可谓坎坷不平 充满了诸多挑战与考验 作为一名被受瞩目的公众人物 他的每一个举动都被受关注 然而 在维权的道路上 他所遭遇到的困难和挑战 远非外界所能想象 王一博在维权之路上 所经历的种种离谱之事 让人不胜稀施 作为一名艺人 他本应专注于表演事业 然而频繁的维权事件 却不时干扰着他的工作和生活 这种情况让人深感无奈 也引发了对公平正义的思考 维权之路实属不易 需要付出巨大的精力和心血 王一博为了捍卫自己的权益 不惜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可谓是付出了极大的努力 然而 维权之路上的艰辛与挫折 也时常令人心生感慨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作为观众和粉丝 应当理性看待并支持王一博 他的维权之路虽然充满了曲折和艰辛 但我们也应该给予他足够的理解和支持 同时 我们也呼吁相关部门和社会各界 能够给予更多的关注和帮助 共同营造一个公平 正义的社会环境 最后 我们希望王一博能够尽快走出维权的阴影 专注于自己的事业 并且在未来的道路上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同时 也希望他能够顺利解决眼前的困难 重新回到正常的工作和生活轨道上 感谢大家的关注 希望你们都有个美好的一天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